各位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氣快,Sunday,晨早,新聞報傳 希哥,麻煩你 來到5月30日,星期日 今天大致多雲,有幾陣罩雨 局部地區有雷暴 早上雨勢也有時較大 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燃業 今天最高氣溫約32度 離島會再高兩三度 吹和換至清淨的西南風 因為帶來晨朗天氣的高空反氣旋 今天開始減弱 而一股低壓鈔會在未來一兩天 在華南沿岸地區徘徊 令我們的天氣相當不穩定 所以星期一、二又大罩雨和雷暴 好,今天是不是有一個旺角站 全日都是沒有火車 地鐵,那個叫東鐵 因為東鐵過海路段的新路軌接駁工程 所以今天東鐵線來往紅磡站 至旺角東站的列車是暫停的 直至今天服務完結了 所以現在有免費的接駁巴 來往紅磡至九龍塘 另外其他車站的車程時間預計都會較長 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 我想還沒睡醒 OK的 先說說今天的新聞 現在新聞很嚴重的 在街上 譬如維園六四集會 一個人擺街站 然後警察用什麼情況去警告他 他說 你現在一個人為了限聚令 他說 我一個人 我剛剛見到你周圍有人 這樣也可以 所以說 現在的事情很恐怖 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另外就說台灣 疫情相當嚴重 一天裡面死了21個 哇 493宗確診 也很誇張 死者有一個很年輕的 36歲 不是開玩笑 這些我真的叫他們 主張全力打疫苗 這麼嚴重 死了這麼多人 還有這些情況這麼嚴重 但是單身很好笑 我們今天頭條 有個市民的港男 就是賣淫 在台灣 爆得這麼嚴重 但是香港男生 賣淫 有一個女警放射 不知道是不是放射 被捕了 那港男 這件事很好笑 疫情期間 真是性交易不絕 在這個多個場所就停業 但是這個張化市 警局近日打擊當地的性交易 就說有18宗這些案件 有一個持有台灣身份證的香港男子 就在當地陸港警分局裡面 就是28號晚上 就是和一名越南女子 在這個賓館 旅館進行性交易 就被捕了 那這個港男就37歲 上年11月來到台灣工作 就說 接報到場 然後就說 先去放蛇 就說是正當按摩師 為賺外快提供性服務 多少錢呢 每次 就大概是2000至4000台幣 就是等於香港的560港幣到1123港幣 說挺好的 你看這條仔的樣子 我都應該可以賣貴200元 哈哈哈哈 間跳衣服裝大隻 因為個人瘦 還有間跳可以橫一點 挺好笑的 那些 可以叫做港人的出身出路 去到台灣可以搞這些 不是說笑 挺有趣的 你想想一劑 最便宜五百多兩劑 一千 一個月三十天 那它不用有紅價 你知道做鴨的事 一個月三筆以上 做三個客人 你得了 在那邊買屋買地 真是 很振奮 但告訴你這些是犯法的 自己比較聰明 今天有很多單這些新聞 除了這些搞笑的事情之外 也有些悲劇發生 發現粉嶺相思案 我都說這個世界好像一個system 有沒有看二十二世紀殺人網絡 為什麼這些事情會重複發生呢 因為我們活在一個程式裡面 剛剛之前才發現 雙屍案 有幾宗 一個男女 之前又整個兄弟 哥哥還沒死 一個弟弟跳樓 這宗也是 有個外父 就死了 一間屋 那個女婿應該是跳樓 就是粉嶺相思案 兩死者為外父和女婿的關係 單位裡面有個88歲的外父 遭硬物襲擊自死 這些挺大的仇恨 養大個女兒 嫁個女兒給你 就被你堆死了 然後她又跳了 這些真是萬劫不復 你說我們在虛擬空間 還是佛家所說的 就是唯有孽隨身 就自己參透一下 大埔區 指揮官 莊誠日 警司表示 昨晚8時23分 市民報案 有人跳樓 然後就當場死亡 姓吳 就年紀62歲 哇 外父88歲 兩個都加起來 一百多歲 還不花 對 用不花 分開住 沒見 做什麼 不用 對 就說 那個死者 當場死亡 還有那個 住所那個 88歲的男人 那個外父 頭、手、腳 都有不同的傷痕 相信是由硬物和利器所致 用不用 就覺得 應該殺了他 然後畏罪 跳下去 在屋內發現了一個鐵鎚 鐵鎚 可能是鐵鎚 就是 對 就是空氣 單位內的睡房和窗花被拆了 不排除66歲的男子 高處墮下的位置 特意拆了窗 跳樓 將那間屋變成空窄 哇 真的 沒有發業遺書 究竟是怎樣 大家自己再研究 應該沒有什麼跟進 現在很恐怖 很大的仇恨 是不是 可能忍了很多年 真的 用不用 這些 很多單 昨天有一單 八鄉有個六十多歲的男人 被五個兇徒狂斬 手腳中刀肉血 八鄉的叫做 輕婦花園 有一名63歲姓趙的男人 被五個人拿刀和棍襲擊 兇徒之後 駕駛車走了 手腳受傷 老婆報警 求助 這些我猜 猜不犯法 穿霸的話 不然無端端得罪人 我有一位朋友 住在八鄉 他說那裡很麻煩 那裡 有些年輕人 放了石頭 封在那裡閘 這樣跟我說 他說 報新聞沒有報 過兩天 立即有得報 八鄉附近 有這樣的事 我說八鄉不是很好 治安 他說不是的 不是你想到這樣的 好多那些香黑 那些東西 爆了很多空地氣倉庫 對 還有你知道 收藏很多東西 那些地方 真的 不會說 恐怖 講開這些 郊區 講講西貢 西貢昨天有個村屋 冷氣機短路 起火 死了四隻貓 兩隻狗 任共 任共 無端段 西貢豪衝 有個田寮村 村屋起火 下午四點鐘 35歲 女子報案 就說他家裡那個 村屋 冷氣機短路 起火 救息之後 裡面六隻寵物 當場死亡 無辜 兩名護主 知道之後 情緒激動 當然激動 當子女那樣臭 死了六件 白頭人送黑頭人 真可憐 再說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重重覆覆 這些全部都是新聞 不是舊文 警長在沙灣檢獲158萬毒品 有兩個15歲的男女 男女童 男女童 涉嫌是販毒 藏毒被捕 也是那句 你們小時候 不用終身監禁 找小孩子來帶貨 人家網上帶貨 又賺這麼多錢 現在在地面帶這些貨 搞成這樣 全部都是小孩子 差不多15歲 差不多成年 再小一點 你不會搞這些 不大不小的 最恐怖的 對嗎 搜了一公斤冰毒 720克 可樂 拍30克 可卡因 超過158萬 那 那 真是 唉 香港的年輕人 真是 搞什麼 搞到這樣 唉 另外 再說一點 昨天有一宗很厲害 阿希哥看到這宗新聞的圖 他一聲 整道橋被撞倒了 連場導遊 吊臂車 撞到施工的天橋 支架壓爛了車頂 藍司機一度被困了 真是賠多少錢 上次有個也是撞倒了我的天橋 說賠幾百萬 真的不知道 男司機四十五歲 又會這樣撞過去也有 真是很難說 現在的交通意外 另外 新蒲江有一輛福士 撞了三輛車之後 不故而去 一個司機走了 神經病 37歲司機 又涉三宗罪被捕 你怎麼走得掉 根本上你的車都有登記 你怎麼走 導致一人受傷 汽車潛逃 在那晚十二點 那些警察在牛頭角 拘捕了那個人 37歲姓袁 本地男子 三宗罪 危險駕駛 交通意外後沒有報案 和交通意外後沒有停車 這樣沒有停車 這樣罪 然後就拘捕了他 另外再說回 之前有個太古可樂廠 那些員工 是 工會就說 脂肪口頭答應 蒸漏水埗就恢復救濟了 所以其實也有用 真的要發聲 不過他們又沒有選擇 丟海洛瓶 那些 他們不做事 停了他的運作 那你沒辦法 你停了你 那些公司是賺錢的 正常運作 一停了他 然後他沒辦法 他要妥協 是吧 那這個可能 給香港人有少少的想法 我這些都是辛苦功 有些汽水那麼重 那些水那麼重 嗯 希哥想不到我講的那件事 是吧 但我不講得太多 待會別人說我搞革命就糟了 我一向都覺得這樣是可行的 但那些人不做這件事 他們要做些事 但我說其實什麼都不用做 什麼錢都不用拿出來 什麼都不做 我那時候 我去年之前跟他說 好像我這樣 每天都不做的 我那時候還沒講影片 我還沒拍講影片 我說 要不要出來什麼什麼 全部在家裡睡覺 睡三天打機 什麼都不做 但香港沒有人響應 那些人很貴聽話 那些人 那沒有了 現在 一個人都說你限聚 這些話說 過了去 沒得搞 要拘就拘了 待會沒有人拘就拘了我 神經病 神經病 跟你說可樂廠 不是說什麼 另外 有些非法遊戲機賭檔 就說有四部射擊遊戲機 這些不關事 報紙報來做什麼 拘捕了七人 應該都是那些打魚 那些 就說有12張獨卡機 1500元賭款 什麼 四部射擊遊戲 現在玩到不是打魚 真的說射擊遊戲 不是射擊遊戲也有錢 過癮 真的玩到沒什麼好玩 你看 玩這些而已 它不是射槍那些 打飛機那些 不是那些打飛機 真的有個遙控桿在那裡 那些 196 不是1947 1947 1944 那些遊戲機 打飛機那些 嘩 玩情懷 這些拿來賭錢 你多了 過癮 哇 真的玩到 吸引很多人玩 話說回來 這些遊戲機 我以前在機店 很多人在咳藥水打這些機 我想整個機店只有我一個 不喝咳藥水的 我那時候不記得做什麼工作 下去 那些人又很傷癒 他把咳藥水倒在海樂 然後喝 然後丟了一瓶 不過其實那些人 都不會遮遮掩 那些咳藥水瓶放在那裡 然後就喝一下 喝可樂 然後打到什麼 走開一會 哥哥給你玩 那些 他沒事的 他在那裡全部都迷了 不知道 其實現在還搞到賭錢 竟然這些 有一部打魚機的 但是也有那些 打飛機的遊戲 都是賭錢 有讀卡機 現在的生意真是做到 古靈精怪 另外 講到這些娛樂場所 昨天有一條友仔 企圖爆竊 爆竊 夾公仔機斷正 天眼也死小時盯著 在牛頭角而已 對 就打算打劫 都不用報警 天眼盯著 看到有什麼移動 警察就到了 斷得正正 抓了 有什麼值得去爆公仔機 有電話在裡面還是怎樣 不知道 他 哎 貪心的東西很難說 什麼都想偷 看到沒有人 就什麼 但是這個世界很蠢 這個世界 為什麼有人站在那裡 都連線了 現在的天眼低B 好了 最後 都放到最後講 不重要 我覺得 昨天有一宗輸入個案 我和印尼的女人來香港之後再染疫 那當是輸入還是本地 他說本地零確診 數字斷了 那 不知道他怎麼算 但是你看到現在有些專家 現在很恐怖 是專家很恐怖 就是袁國勇就OK啦 他一向都誇誇的 他說 第四波沒有 完了 不過一定會有第五波 那當然會有 神經病 你全世界都 對不對 全世界都有確診數字 你輸入就有 這麼簡單 一輸入 那病毒不是在香港從哪裡來 因為世界各地輸入而已 那另外還有一個搞笑 我真的看到Facebook 看到幾十個 很多哈哈 哈哈的原因 就是那個說什麼 他說 你不要想著香港來確診 香港其實有二萬個潛在大病毒的人 我知道 香港也有很多愛知病的人 只是這麼說而已 其實 這些是吹到 他說有二萬個沒有病徵的 在香港播毒 有二萬人 那你沒有病徵 又沒有零確診 那就是沒有病 那另外其實他想怎樣呢 他想捱針而已 什麼杜汶澤都說了 他說有 香港是唯一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一個沒有感染的地方 但是不停捱你疫苗 那是想做什麼呢 其實針藥的事情 經常都會 進步的 接下來可能會有 第二代第三代 就是這樣 不過人的事情 我都覺得媒體是很厲害的 經常播著同一件事 那不說太多了 待會又什麼什麼 大家聰明了 明白就明白了 今天時間這麼多 謝謝希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回家裡 留言給like 我們下支影片見 散鐘